大家好,欢迎来到珠宝之心,女王的珠宝下龙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打开的是钻石之王,海瑞温斯顿的珠宝盒 大自然是许多珠宝品牌与设计师师法的对象或是灵感的妙思 海瑞温斯顿先生就对于自然之美深深的着迷 尤其是优雅美丽的花朵更是情有独钟 今天我们就带领大家来到璀璨迷人的温斯顿花园 带大家一赏这些经典的珠宝花卉 同时介绍2017年全新加入温斯顿花园的这朵勿忘我 Forget me not 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向日葵Sunflower系列 Sunflower系列呢,特别采用了closter setting 也就是景簇镶嵌这个特别的镶嵌法 所谓的景簇镶嵌呢,它是集合了许多不同的花式切工 像是圆形啊,水滴形,还有马眼形切工钻石 让不同形状的钻石达到完美的平衡 然后使用非常少量的薄金或是黑金的底座 让钻石和宝石的折射光线更好 也更加的闪耀 那我今天所可以戴的是Sunflower大型钻石项链 它也是采用薄金底座 那它总重量大概有33.5克啦 这个系列呢除了白钻的作品之外呢 也有用彩色宝石像是红宝石或是蓝宝石所打造的主石的作品 像是我手上现在这个红宝石链缀 还有我耳朵上戴的耳环是蓝宝石的耳环 这两个系列作品都是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Lily Coaster系列 顾名思义呢这个系列同样也是用了Coaster Setting 也就是锦触相迁 那其实锦触相迁最早的时候可以追溯到1940年代初期 那 Hillary Winston的设计团队们呢 他们用这种方式来捕捉大自然的花草树木的一些美碳 然后让它能够呈现在美丽的珠宝里面 像是这个戒指 这非常特别 我们刚刚讲过了 景簇相线 它是用了许多不同花式切工下去组合的 像是这个戒指 它上面就有一颗非常漂亮的 马眼形切割的主食 搭配旁边的圆形明亮式切割的主食 相砍在18K斤上面 今年2017年春天 海若恩斯顿就推出了 以化惠惠灵感的全新系列珠宝 就是《勿忘我, forget me, not》系列珠宝 这个系列是承袭了一顾剧藏 也就是Maurice Gauley他的职业 深系列品牌 它一向柔和大自然花草树木 叙叙无声美态的传统 打造了这个系列 大家都知道 《勿忘我》这个花语 是永恒的爱 或是永远不偏的心 那我们就来仔细看看 这个系列的作品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戒指 它是用圆形明亮式切割钻石 在中间当作主食 那旁边像砍的是水滴型造型的钻石 它成为一朵非常漂亮的《勿忘我之花》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